歡迎再度回到正傳媒的理工男的意想事件 首先呢 我最近呢 是覺得 好像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所以對於時空的一個認知 出了一點點狀況 坦白講 我有一點點搞不清楚 現在到底是 哪一年哪一月 為什麼會是這樣講呢 據說 據說 賴清德這個新政府 卓榮泰這個新的行政院團隊 據說 已經上任滿一個月以上了 超過一個月了 可是 我為什麼會覺得認知錯亂呢 因為 他們存在嗎 這一個月 你有感覺我們有個新總統嗎 這個月 你感覺我們有個新的行政團隊嗎 你感覺我們新部長有新的方向 新的指標 新的作為嗎 都沒有 所以我說據說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坦白講 很多人常常說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們未必需要一定要點火 但是呢 一個新上任的 在民主國家有個黃金一百天 三個月 三個月 人民就會開始看你的績效 下一個頻段 三個月的頻段往往會是你一整年 一整個任期四年的一個總論斷 而第一個月 當然你不可能立刻展現出天邊的彩霞 但是你有一個具體的方向 具體的目標 你要讓人民知道新的時代在你的領導之下已經開始了 可是這一個多月 賴清德賴總統存在嗎 新政府新行政院存在嗎 他們上任以來 有給你任何一個明確的感受嗎 陳水扁一上任台北市的時候 為什麼他立刻有感受 因為他有想清楚 至少做一件事情 立竿見 陳水扁做的事情是什麼 新上任的事情是 把台北市公務人員的櫃台降低 大家進到整個市政府各處所的時候 不再覺得是衙門 感覺新的氣氛來了 馬英九當然很有爭議 可是馬英九在一上任的第一個月以內 也立刻啟動了 兩岸當時的一個人民的往來 蔡英文上任的時候 也馬上有一個國聯金要改革的 一個方向和明確的政策 而你賴清德呢 賴清德在這段時間裡面 光總統身份出來有幾次 除了520的那個演講稿 還有到了整個黃埔軍校 你其實很少看到他是用總統身份 他往往是民進黨中常會之後 賴清德主席 針對現在的整個特別是立法院裡面的副議 做了什麼樣的才勢 但問題是人民選你 不只你只是民進黨的黨主席賴清德 你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賴清德 我們只看到了賴主席 沒看到了賴總統 這個問題如果賴清德沒有好好的警覺到 做一些調整 坦白講未來 他的這個政權會走得非常坎坷 而台灣這未來四年恐怕也會非常辛苦 因為淡見賴主席 不見賴總統 這裡面出現的核心問題就是失去了領導 一個沒有領導的政府 他其實後面就會被人家所領導 完完全全被人家牽著鼻子走 如果你關切這個頻道 請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其實這一段時間裡面 為什麼說整個民進黨 整個賴清德這個政府和行政院被牽著鼻子走 因為失去了領導 所以他們被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胡搞瞎搞 然後因為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胡搞瞎搞 引起了青鳥的反撲所領導著 然後當然在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一號 他們就任滿一個月之後 複議還是一如正常的通過了 沒有通過 所以複議案民進黨還是失敗了 但是這個火繼續往下燒 因為接下來當然依據程序 整個立法院大概馬上會提出所謂的事先案 行政院也可能會在總統公布法令之後 請求這因為說有爭議 請求大法官一個臨時的非常處分 暫緩執行 然後接下來呢 你會看到的整個態勢是什麼 台灣繼續在燒的是政治的火焰 選舉的火焰 因為大罷免時代即將來臨 而整個大罷免之後 紛紛擾擾就是每個選區裡面的罷免 每個選區的罷免 然後呢就開始有罷免的名單 炒的是這個罷免的紛爭 問題在於說這樣一個罷免 當然現在很多人還是點名 可是事實上如果說 確確實實通過了國民黨和民眾黨的 所謂國會武法 裡面有很多內容是有問題的 是有爭論的 而真正的問題是 就好像是民進黨 包含賴清德主席 在所提的 包含卓隆太他們所講的 程序正義 你沒有好好討論 你沒有仔細的討論 你沒有經過這個過程 因此程序正義是有問題 因為立法院在產生這些法律的程序 匆匆的就表決 直接就禁負二讀三讀 然後只講一個話就舉手表決 程序太有問題了 可是這種程序正義 如果你作為一個民進黨黨主席 要幹就對著幹 那當然沒問題 可是你是總統 我們在總統在整個試驗法的設計裡面 本來就要處理的就是 在黨院計之間 不管是兩院三院五院 有紛爭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仲裁者 或做一個協調者 但是這裡面還有包含一個程序是什麼 立法院長 雖然你這麼看不起韓國瑜 就算我們覺得韓國瑜真的有問題 可是它是在民主的程序裡面所產生的 總統是全民投票所產生 立法委員也是全民投票而產生 本來都是有一定的民意的代表 在程序上 他們就是某種的法律人民授權的代理人 那你這個時候 你難道不應該 就是先前有講的提起一個 六月初的時候有人說 賴清德是不是要考慮 形成一個院計會議 以前李登輝時代 以前蔣經國時代 以前陳水扁時代 出了這樣一個 當立法院行政院有紛擾的時候 五院院長坐下來 總統召集大家好好的 大家來講清楚 這裡面怎麼處理 怎麼用找一個程序去處理 現在院計的紛擾 這是總統的職權 而不是你完全不見了 完全的放任的 由林佑昌黨委書長 去宣示到接下來的大罷免時代 那你這個大罷免時代裡面 你就會讓人家看到的是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忘記選舉的問題 台灣因為你們的這個 你應進的總統職責沒有進 你的心目中 你還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其實陳水扁當時 連民進黨的陳水扁 都記得當他接下印信 忘了選舉 這是陳水扁的名言 那你現在有忘記選舉嗎 你現在想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乾脆來個大罷免 罷免掉 如果國民黨的立委被罷免六個 民進黨有機會重選拿到這六個 那不就是57票 就可以解決現在朝小野大 你還在選舉 可是你知道這種心態是什麼 你否定了 1月13號 不管你滿不滿意 這是人民選舉過程中產生的一個結論 這個程序正義 確實 傅崑錫黃國昌亂搞 所以他們也付出代價 可是你民進黨的罷免有程序正義嗎 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10年前 一樣的太陽花之後 那叫做報復性罷免 10年前太陽花之後 台灣有發動一場 叫做歌藍尾運動 就是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因為他們叫藍尾 那當然有諧音 就是歌調盲腸 蔡正元 黃昭順等等 歌藍尾運動 但是那一場運動裡面 就是至少還有很明確的 認為說他們在某些法律上 某些法案上違背了人民利益 但是最後歌藍尾運動 因為有兩個人二階段也沒過 蔡正元也沒過那個罷免門檻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記得 就是2021年前後左右的 那個報復性罷免 一直到最後要從王浩宇 到陳柏惟 最後是黃捷 但是這種報復性罷免 老百姓會問的問題是 這樣的一個罷免 你到底是只是為了報復 只是政治上的算計 像現在為止 你要罷免國民黨立委 我完全贊成 拿出他們的罪狀 這個罪狀是什麼 沒有錯 這一次的整個國會職權法 是亂搞 那亂搞你就砸手惡啊 這才叫做彰顯你的 程序正義的伸張 賦婚旗 你就直接的罷免嘛 那至於民眾黨 黃國昌 他們等人 是不分區 那你就來倒閣啊 你就來解散國會啊 結果你都沒有 就算民眾黨不能處理 你當然首要目標 如果你講的最惡劣的是賦婚旗 當然是賦婚旗啊 當然你們覺得許小欣太過分 當然是許小欣啊 再怎麼艱困 也要發動對許小欣 復婚旗的罷免 這個才叫做堅持程序正義 當然啊 葉原資不是那麼討喜 圖權級不是那麼討喜 但是你攤開選票結構 然後說他們當選的票數是差距最小 所以優先罷免 你這個叫做算計性的罷免 你的道德正當性所在 而這樣的一個發動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預想什麼狀況 為什麼我說整個這個情況之下 你整個行政院廢了嗎 因為全台灣未來的時候 接下來下鄉宣講 罷免越言之 罷免圖權級 罷免台中3F4 然後首二呢 首二你為什麼有辦法 要罷免如果國民黨這麼糟糕 所有的國民黨區域立委 通通罷免 列出罪狀 首二富坑旗 再怎麼艱困 也要罷免 讓國會回到正常 這樣子我佩服你 富坑旗沒有動 徐曉欣在這邊算 還有徐曉欣不好罷免 王鴻為不好罷免 羅志強不好罷免 世子要挑軟的吃 一個罷免的尊當劑 變成是一個全力計算的一個結果 你的程序正義又何在 而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作為總統 如果國會要這樣子 不斷的紛紛擾擾 你能運轉嗎 總統要去處理的就是 整個國家裡面的一個調和頂覽 或是排爛解分 這個時候 你當然應該 把韓國瑜找過來 我們要怎麼談 韓國瑜卓隆太坐下來 你總統高於五院的份紀上 你不用到了所謂的五院 韓國瑜和徐曉欣 和卓隆太 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坐過來 正式的開表 院紀的調解會議 這是你總統的職權 你做了沒有 你沒做 然後現在在整個情況裡面 韓國瑜也是被青鳥所攻擊的對象 也是國民黨很多民旦和民族所抨擊的對象 然後他們也否認了韓國瑜立法院長的正當性 可是我還是講回到民主程序 韓國瑜是在程序上產生的立法院長 如果韓國瑜你們認為他的正當性有問題 那韓國瑜手上捧的那個總統硬性 你賴清德接下來也是正當性的問題 這叫邏輯問題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特別提的就是說 基本上今天這個狀況裡面 我們當然會看到政治會繼續紛擾 可是這政治紛擾裡面 新的一個政府上來 現在整個賴清德的聲量 除了520那場講稿之後 我們看到最新的聲量調查 20分之1 10分之1幾乎不存在 總統在公眾領域裡面 在共共討論空間裡面不存在 難道我們沒有選到總統嗎 沒有 至於那些閣員 除了孤立九一位國防部 因為我們整個台海兩岸 大家比較關切還有軍售問題 剩下的一個只有郭志輝 一個天天今天說話明天又要改變 明天要轉彎的經濟部長之外 其他閣員你認得誰 其他閣員有給我們一個什麼狀況嗎 人民裡面選舉之前 到你要就任之前 大家最關切的打炸呢 如果你對於很多結構性的難題 經濟上的調整 人員的問題確實困難 需要深思熟慮 打炸呢 打炸你的新的數位部 你有一個方向的宣示嗎 你有一個明確的指標嗎 這些都沒有 天天都只是讓整個台灣 變成一個過政治化 過政治化 我們常常講任何東西over 都是不好的 我們的整個的機械系統 overloading overheating overcoding 都會出問題 一個社會 你作為一個總統 放任著這樣一個過政治化 就算你把韓國瑜 把卓榮太找過來 談不攏 你也要談 談不攏之後 你談出什麼 你給了什麼 應該是 符合國家結構 程序結構 正義的方式 而他們兩個拒絕 那責任是他們的 你總統也要做這件事 沒有說總統不見了 馬英九在2008年上任之後 自我宣稱叫做第二線 被人家罵死 那你現在賴清德 你是總統 你在第幾線 你如果都不存在 我們今天是想說 今天其實 整個國家這樣子運轉 我們看現在為止 5月21號 完全一如預期 整個復议沒有成功 接下來幾個 兩個月三個月 就算開始炒大罷免時代 然後謝國良要被罷免 然後謝國良要炒作 謝國良罷免 然後可能在7月24號高宏安 宣判之後 又要罷免高宏安 然後又是 葉原資 又是徐曉欣 我們的選舉還沒結束嗎 我們是不是一直活在 1月13號 選舉尚未結束的一個未完成式 那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這樣一個三個月之後 等到8月20號 賴清德 你要去想一想 你這個新政府拿出什麼成績單 你這個新政府 只是被政治上的口水 不斷的牽引著帶著走 那你這個政府也完蛋了 那當然你可能還會連任 因為國民黨太差 因為國民黨太爛 因為柯文哲實在也太差勁 但是人民授予你 不是讓你只是因為別人的失敗 就鞏固你的權力 所以我這邊還是 語重心長的提醒賴清德 提醒閣員 不要去只是罵說 國民黨都沒有民生法案 民眾黨都只是小藍 民生法案 百分之九十的政府預算是在誰手上 行政院首領 百分之九十幾的公務人員是在誰手上 行政院領 你們行政院叫提啊 你們行政院提出來 立法院如果國民黨在那邊搗蛋 大家也都知道誰的錯 你們行政院沒有任何民生法案 變成是立法院要負責提民生法案 這不是很荒謬嗎 我們選你 人倒是選你在那邊坐看 整個國民黨和民眾黨 在立法院裡面打擂台 然後總統呢 就是一個疑似性的行為 今天接見了誰 明天接見了誰 然後你呢 出來講話 就只是國民進黨中常會 賴主席轉眼數 那我們到底是選了賴主席 還是選了賴總統 所以拜託賴清德 站在第一線 在帶著你的行政院 你們只有領導台灣 才能夠讓台灣這種過政治化的亂局 能夠降溫下來 謝謝大家